北京时间10月30日,骑士在主场以95比114负于尼克斯,惨遭三连败,渐渐的希望骑士对主帅泰伦卢萨克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了。 今年夏天,骑士的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走了一条大腿开里,欧文来了不少新面孔,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套新阵容调整到最佳状态。 这对骑士主帅卢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,然而自从常规赛开始以来,泰伦卢一直在调整首发阵容,从最初的TT和JR回到替补,到现在他俩又重回首发,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 特别是最近这五场比赛,骑士一胜四辅,包括最近的三连败,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骑士这两场都是输给于南球队,而且都是大比分输球。 说到骑士队的辩证,昨天骑士客场惨败给提胡的赛后,勒布朗·詹姆斯说了这腰一句话,我们在场上使用的一些阵容,在平时的训练中都没有用过,这很疯狂,虽然没有明说,但詹姆斯显然是在暗示炉的轮换阵容很不稳定。 对骑士来说,输球不可怕,可怕是在场上失去了斗志,这是骑士在最近几场比赛里所展现出来的面貌,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,他们都配不上是一支在过去三年里都打进总决赛的球队,作为球队主帅,卢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面对骑士目前的糟糕,现状,由网友吐槽道,感觉骑士现在就像个九十多岁的脑溢血病人,开炉就是死,不开炉就是慢慢等死。 2015-16赛季,泰伦,卢中途临为寿命并带领骑士夺得对史上的首个NBA总冠军,但是这并不代表卢在今后的执教中将会高准无忧,特别是这个赛季对骑士今后的命运尤为关键,卢必须及时把骑士调整到正轨上。 要知道,当初大卫布拉特被解雇的时候,骑士的战绩可是三十胜十一赋,战略东部第一,罗森。